现在启示录带您看见台湾新思路 观众朋友大家好 我是刘昕彤 欢迎收看现代启示录 台南的南昆森戴天府 今年初抽国运签的时候 竟然抽完了一整筒签 没有一支中的 万分之3.3的几率 创造了建庙357年来的首届记录 但是在国共两岸之间 最神秘又最难解的国运签 是谁抽出来的呢 民国25年蒋介石第二次东征的前夕 他曾经到惠州的罗浮山囚签 当时大师还送给他八字箴言 抗战成功之后 蒋介石却忘记了大师的箴言 短短4年就败光了江山 而当时这个签诗到底怎么说的呢 接下来请康宁大学副校长马希平 带您进入两岸恩仇录 解开签诗之谜 各位观众大家好 欢迎收看马希平的两岸恩仇录 好高兴跟大家又见面了 国运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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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您相信国运真的可以由签诗来决定吗 签诗真的能够由上天来告诉你 未来的国运要怎么走吗 很多人一定不相信 但是我可以跟大家讲 今天就是要跟你解国运签 好 今年台湾很轰动的一件事情 就是非常非常文明的南昆森戴天府 他每一年都要抽国运签 记不记得三年前他抽了一个武则天坐天 就代表台湾要出旅皇帝了 果然蔡英文当选了国家领导人 因此 蓝昆森戴天府的国运签 特别的受到重视 今年发生了一件妙事 去抽国运签 居然没有抽到国运签 好 各位观众可能一定不晓得 怎么会可能收不到国运签呢 这怎么回事呢 我跟大家解说一下 在南昆森戴天府 他那个签筒里面 有六十支签 六十支签呢 抽出一支签来 要拔签 拔签要拔三个胜签 大家都知道 一个胜签是二分之一的机会 三个胜签是八分之一的机会 你拿一个签 拔八分之一的机会 好 拔不到 因此就把它放弃 再抽第二支签 简单数学人都懂 既然一支签 拔签的机会是八分之一 因此八支签 就会有一支签 一定抽中 是国运签 这几率问题 各位知道 戴天府这一次的签筒里面 有多少支签吗 六十支 六十支签 一支签出来 拔不到杯 两支签 拔不到杯 我跟大家讲 六十支签 全部抽光了 拔不杯 意思说 今年没有国运签 哇 这个今年动力了 三百七十五年来 第一次没有拔到国运签 各位知道 六十支签全部没有三圣杯 是几率多少吗 万分之三点三 万分之三点三 好 很多人就惊慌了 万分之三点三 这么小的机会 都拔不到国运签 今年国运会怎么样呢 我个人的解读 是两点 第一点 是南昆森戴天府 今年他们府方 根本不想 这个有国运签 因为太麻烦了 他以前几次都闹纠纷 因此他今天想说 我不要把出国运签来 因此他跟神明没连上线 第二个就是 今年台湾 起伏不定 大起大落 不是一个上签 好签 下下签 能够盖瓜的 第三个我认为 今年这个曲折离奇 朴素迷离 局势完全不定 所以今年没有国运签 好了 我们既然是两岸恩仇路 我既然要跟大家介绍 两岸最神秘 最不可解 最不为人 这个能够明白的 而且真正决定 两岸命运 决定台湾人的命运 决定台湾民运的 国运签 好 第一个要介绍 介绍大家的是真正 惊天动地的国运签 民国二十五年 蒋介石第二次东征 到了惠州 他到惠州罗浮宫 罗浮山 去求一个签 好 他到罗浮山求签 第一个 他先到冲须谷官 大家看到上面 冲须谷官 就是这个 他去求签 结果你知道 冲须谷官的 这个主持 居然给蒋介石 讲了一句话 说 你在我们这边 求不到正确的签 那蒋介石就问他说 那我要到哪里去了 那他就跟他说了 他说你要到苏勞官去 讲一听大经 他就到苏勞官去 结果他跟苏勞官的主持 仰渡大师 一见如故 两人畅谈一晚 最后大师送了他八个字 就是这八个字 圣不离川 败不离弯 他就问 蒋介石问 这三个 八个字是什么意思 大师说 天机不可泄露 另外 大师还送了蒋介石 一个拐杖 如果后来你在台湾看 这个蒋介石 所有的照片都有的拐杖 拐杖故事 有机会 我们再谈 好了 蒋介石在民国25年 得了这八个字 也不知道什么意思 就回去了 后来 八年抗战胜利了 蒋介石决定要回南京了 这时候 身旁有人提醒他 当年大师说 胜不离川 是不是八年抗战胜利了 不要离开四川 蒋介石当然听不进去了 他一定要回南京 当然要回南京 那不回南京 就好像锦衣夜行 一锦总要还乡 但是他忽略了一件事情 南京外号叫做石头城 这有什么关联 有什么关系 后面听到 你就完全懂了 好 蒋介石回到了南京之后 没想到四年的时光 整个大陆江山就被共产党给打下来 打下来在1949年 蒋介石一看 情势不对了 他这时候就要做 这个令谋打算 他就把所有的幕僚 在西口他的老家 召集来 就问说 我们下一个阶段要去哪里呢 他提出了三个地方 一个就是再回到重庆 四川 第二个云南 第三个海南岛 三选一 因为为什么要想再回到四川 华北有湖中南四十万大军 前面华中有宋西连四十万大军 那南方有云南卢汉五十万大军 那时候还可以保四川 或者是到云南 卢汉那个军还是很好的 或者是到海南岛 这时候浙江大学的地质专家张其云 他跟这个蒋介石是小同乡 他说到台湾去 蒋介石一听 台湾 他跟台湾很陌生 脑袋里面从来没这个几个字掉出来 那这时候突然间四个字 蹦起来冒到蒋介石脑袋里面 拜不离湾 难道拜不离湾 讲的就是台湾的湾吗 难道我拜要不离湾吗 啪一下 圣不离川 拜不离湾 八个字跳到蒋介石脑袋里面 就说张其云你讲 张其云说台湾有四大好处 第一 他有海峡天险 现在陆军虽然失败了 但海空军国民党还是优势 共产党度不过台湾海峡 第二个 台湾 三四季如春 三季到收 他可以养活广大的部队 他农产丰富 第三 日本人在台湾 已经建设得很完美了 所以日本在台湾留下了 很好的建设 第四个 是最能打中 蒋介石心中的 台湾 是全中国共产党员最少的地方 因为失掉大陆就是共产党 很多间谍在里面 台湾是共产党员最少的地方 张其云这四件事情 打动了蒋介石的心 更重要的是 蒋介石脑袋里面冒出了 拜不离湾 大师 十几年 二十年前 告诉他的八个字 原来在这里 好 蒋介石就决定 选择了台湾 第一件事情 马上派他的大心腹 陈陈 当台湾省主席 第二件事情 派他的儿子蒋经国 当台湾省党部主任委员 第三件事情 派他最厉害的将军 孙力仁将军 到凤山 重新练新军 就这三件事情 把台湾风雨飘摇的趋势 整个稳定下来 才有今天台湾 才有今天你我在台湾 安居乐业 原来台湾的命运 在八个字决定了 这才真正是台湾的国运签 好 他就在想 为什么这八个字这么重要呢 我就要跟大家讲 讲一件事情 这个 这是张祺云 张祺云跟 这个蒋介石合影 张祺云后来来台湾 当了中国国民党的秘书长 当了教育部长 然后创办了文化大学 他的一番话 今天我们才在台湾 好 那我今天要跟大家讲 可以说是良恩仇里面 最神的一段传说 这是悬天上帝 大家看悬天上帝 他这个脚 一个脚踩的是一只乌龟 一个脚踩的是一只蛇 那这是台湾 现在新的悬天上帝像 但他一个脚把蛇跟龟都踩住了 悬天上帝有两个 一个龟神 一个蛇神 大家都说 蒋介石是龟神 毛泽东是蛇神 这很奇怪 很多的风水大师 两岸的风水大师 没有人出面去破这个传说 说这是迷信的 这假的 你们胡说八道了 他就一直在民间这样流传 好 我问过一个风水大师 说这真的还假的 他说不管真假 你看看 蒋介石的像 就是个龟像 他那个头 就是龟首 形象上龟首是一样的 毛泽东 就是个蛇像 为什么 毛泽东 男人女像 就他男人 但他长得有一点像女人 你仔细看这张照片 毛泽东男人女像 就是蛇 那 蒋介石的头 是龟首 就是龟 好了 现在你就懂了 龟要进水 就发 蛇要进山 进洞 就发 今天 为什么蒋介石 败不离川 胜不离川 败不离湾 你一定要跟水 在一起 当年八年抗战 你会胜利 就是因为选择四川 四川 四条川 这种水大发 你归神 你就赢了 那 败 你要不离湾 所以你 胜利之后 你居然去南京 石头城 石头城是蛇的天下 好 毛泽东 毛泽东 国民党五次剿匪 都把共产党打得惨兮兮 但是 对不起 我只要一到井冈山 进了窑洞 我蛇 进了井冈山 进了窑洞 国民党对我 完全无可奈何 五次剿匪都没有用 各位再想想看 蒋介石出生在哪里 溪口 溪口水 各位去查一下 溪口镇的证字 他里面 他证字 那证是记录的 说蒋介石出生那天 溪口镇 所有的乌龟 都爬出来 乌龟出来 所以有一个巨龟 非常非常大 这是他的证史里面 有记载的 毛泽东出生在哪里 扫山 扫山啊 所以一个是龟 一个是蛇 那因此呢 蒋介石到了湾 海峡保护 你知道他从 他从民国38年 过来的时候 那个整个海峡的海龟 通通都起来了 各位记得吗 蒋介石 1975年4月5号 往生那天 气象资料室 天气晴朗 那天也是大太阳 到了晚上9点钟 啪下 台湾雷雨交加 大雨一支落不停 落两个小时大雨 蒋介石就在雷雨交加 大雨之中 往生辞世 但是等到 蒋介石的遗体 从士林官里 一运出来的时候 一出大门 啪一下 连蒋经国的日记里面 都有写 突然间雨就停了 突然之间 雨就停了 而且在雨 停的那一沙拉 附近 台湾的乌龟 这是有记录的 都跑出来了 还有蒋介石 选择在池湖 池湖也是水 然后他到池湖 去了那一天 这个联合报都有记载 沿途的乌龟 通通都跑出来 通通都跑出来 好 那毛泽东呢 毛泽东死了 记不记得 毛泽东 1976年 往生的 1976年 3月8号发生什么事情 急定发生 世界上最大的陨石群 啪 成天上万的陨石掉下来 其中有三颗 特别大 有一颗 1770公斤的陨石掉下来 当时是世界记录 毛泽东 听到陨石掉下来 人家向他报告 他说 天有意象 吉有吉兆 凶有凶兆 陨石掉下来 都会死人的 这毛泽东自己讲的 他说秦始皇死的时候 掉一颗大陨石 朱各亮死的时候 掉一颗大陨石 突然间觉得 一下子心头一紧 觉得不对 这次陨石掉这么大 这么大 谁值得掉这么大陨石 他心里没一惊 他就给他的秘书跟护理师说 不要想这个 如果每死一个人 就要掉一块大陨石 那地球长就被砸烂掉了 安慰自己 那天掉三颗大陨石 三个人在那年往生 一个最受敬爱的周恩来 周总理 一个朱德 我们小时候都说 朱毛匪帮 杀朱拔毛 那个朱毛匪帮 杀朱拔毛 朱就朱德 毛就是毛泽东 朱德跟毛泽东 都在掉陨石那年 往生了 这还不算奇憾 不要忘记 那年的7月8号 唐山大帝政 7月28号 7.8级的唐山大帝政 原来毛泽东往生之前 天崩地裂 天崩地裂 好了 大家都说了 蒋介石是归神 所以他往生的时候 天降大雨 神秘的不得了 毛泽东是蛇神 所以他往生的时候 天崩地裂 既然两个都是神 为什么一个要解放台湾 一个要反攻大路 就两个都不能成 很简单 原来他命中 是互相相克的 也许真的不相信 你看太奇怪了 毛泽东 他是蛇 要跟石头在一起 但他叫毛泽东 泽是水 毛泽东 自润之 润也是水 蒋介石 他用个石 介石石 他们真奇怪 毛泽东 住在中南海 住在水 然后他喜欢游泳 天天喜欢游泳 蒋介石 住在阳明山 天天喜欢爬山 蒋介石从来不游泳 所以太怪了 他们彼此间 还互相牵制 还互相纠缠 所以你也不能反攻大陆 我也不能解放台湾 我真的跟大家讲 他们两个之间 真的有神秘的牵连吗 真的有心有灵犀吗 你相信吗 我跟大家讲一件事情 大家就知道 就这个东西 1975年4月5号 蒋介石往生辞世 当时毛泽东在杭州 4月6号早上 秘书信冲冲 欢天喜地地冲进来 大高主席 蒋介石走了 毛泽东脸上 一丝喜悦都没有 只讲了三个字 知道了 知道了 那一天 毛泽东把所有的行程 全部排开 一个人在办公室里面 一直唱的这一首 张元干的贺心郎 一直唱这首 唱这首 尤其是大家看的最后 沐浸青天怀金谷 啃儿朝 恩怨香儿路 这是什么意思 就是说 你跟我 都是胸怀大志天下的人 小恩小怨 不必记住心里面 最重要是最后两句话 举大白 听金吕 这两句话没什么意思 对不对 错 本来原文是举大白 听金吕 毛泽东干了一件什么事情 干了一件事情 把最后这举大白 听金吕 改成 君且去 不须顾 就是 你 蒋介石 你且去好 不须再回顾 他居然把最后 六个字改成 这六个字 而且 通令全国 以后唱这首 诗的时候 一定要 最后六个字 要改成唱 君且去 不须顾 原来 两个人真的是 心有灵犀 好 那 今天 我还要跟大家讲 国运司 是不是就这样子 不是的 蒋介石在1949年 决定下野 这是非常非常 重大的一件事情 蒋介石决定下野 让李总统 李中仁 当代总统 他就回到西口去了 他在回西口之前 会经过临波 他到临波 到了天同寺 到天同寺 他又抽了一个签 叫做 英雀同灵 这首诗就是 雀于天晚树林中 不知灵类先有因 虽然天同处心生恶 挂若逢之 是非亲 好 蒋介石一冲到这心 大陆 到底蒋介石当初 是真的要下野 归隐山林 把权交给李中仁 还是他假的下野 没人知道 但这首诗 决定蒋介石要重出江湖 为什么 蒋介石拿的签就给隔壁的人 跟蒋经给我讲 李中仁要暗算 为什么 他说这个阙就是我 阴就是李中仁 原来 这个阴跟雀同处是心生恶的 那这个挂 这个挂是什么意思 是阴胜阳衰 比喻小人得势 君子困顿 君子的事业败坏 所以这个签 决定了蒋介石要东山再起 要再重新取回权力 好了 到了西口是小年夜 小年夜 你知道过年总要吃大鱼大肉吧 蒋介石 数食三天 为什么要数食三天呢 因为他要去抽签 看他东山再起会怎么样 欢迎回来 民国38年 蒋介石自知大陆气数已尽 正式宣布隐退 由李宗仁副总统带行总统职务 而蒋介石他的心情郁闷 依依不舍地离开了南京城 回到了西口老家 他每天就是带着孙儿游山玩水 有一天蒋介石经过了天同寺 他抽了一支签 上头写着 鹰雀同龄 蒋介石看了之后更加的心痛 不幸写的他连吃了三天的素 之后还不死心 到西口的武山庙 拜神求签 他恭恭敬敬地点了香 摇动了签诗 一支签就掉了出来 但是蒋介石一看签诗 竟然是勃然大怒 究竟这签诗写的是什么呢 继续请康宁大学副校长马希平 带您解开两岸恩扯路 蒋介石的签诗之名 那他到五三庙抽签 五三庙 我一旦跟大家讲 五三庙因为蒋介石抽签的关系 现在 讲这个五三庙是 中共的国家保护遗产 国家保护遗产 好 他大年出山吃了三天素到五三庙抽签 一个天下大迷 我一定要告诉你们 什么天下大迷 到现在不知道了 蒋经国 知道蒋介石心不好 下野嘛 跑去五三庙给庙筑讲 你把所有的坏签 下下签全部拿掉 只留好签 好了 蒋介石 蒋经国住了这一方 安排之后蒋介石抽签了 第一支签 一抽出来 大义士荆州 关公丑麦城 下下下签 关公就大义士的荆州 在麦城 注意哦 在麦城被俘 关公跟他的儿子 全部被斩首 那现在蒋介石跟蒋经国 一起去抽签 抽了这样一个签 大惊失色 注意哦 在解签里面有一个 出师不利 四个字 蒋介石气得 手都发抖 这时候旁边人说 不算不算不算 重抽一个 蒋经国也劝他说 重抽一个 重抽一个 这不对不对 好 就重抽一个 一抽第二个签 困居长板波 失陷落凤波 又是个下签 注意哦 这一次解签里面 注意看 不但有出师不利 四个字 最后四个字是 找寻退路 就因为找寻退路 这四个字 他才决定寻退路 就因为他要寻退路 才退到台湾来 这个签跟台湾又有关系 好了 你不相信吗 我也不相信 但为什么 蒋经国 把签已经弄掉了 为什么还会抽出两个 下下签呢 好 那这时候旁边就说 安慰 五三秒不离 五三秒不离 不要相信五三秒 蒋介石一路回头 五三秒很灵的 你不要得罪神灵 蒋介石最信的 就是五三秒 五三秒的神佛 是他求来的 我再跟大家讲一个 五三秒的事情 好 我再跟大家讲一个 五三秒 就 当年西安事变的时候 那个 蒋介石的夫人 毛福梅 乱了方寸 就跑去五三秒求签 一求签八个字 秀才出门 状元归家 好 秀才出门 状元归家 因此 这个 他就不知道什么意思 后来 后来他终于懂了 原来 蒋介石 西安事变 事情一发生的时候 蒋介石的大哥 蒋介青 本来在看戏 一听到 西安事变了 一紧张愤怒 怕 老中风 老中风 就躺到床上 后来 解签就告诉他 秀才出门 出门的意思 就走了 四个多月之后 蒋介青 就走了 蒋介青 在清朝的时候 中过举人 所以就是秀才 蒋介青走就秀才出门 什么叫状元归家 就在蒋介青走了 正在办蒋介青的上市的时候 居然有一个人回来了 谁 蒋经国 从苏联回来了 哇 秀才出门 状元归家 完全准得不得了 所以蒋介石对五三庙 非常相信 好 抽完签之后 蒋介石离开西口镇 迷迷迷 我今天要跟大家再讲一个迷 离开西口镇的时候 西口镇的父老们 全部都来送蒋介石 蒋介石回首的时候 不是跟大家挥手 注意哦 不是跟大家挥手 他做了一件什么事情 他一回声 啪 举了一个山的手势 给所有的乡亲们 到今天为止 翻遍了蒋介石的日记 他都没有解释 他为什么 这辈子 离开他的家乡 举了一个山的手势 没有人知道 也查不出来 只好大家 现在你能够听到的解答 都是后人的猜测 所以你也可以在电机前面 你也可以自己猜测 蒋介石最后一直离开家乡 取了一个山的手势 是什么意思 你自己可以猜测 那讲了这么多 这个国运迁 我最后要跟大家 再讲一个国运迁 这个树立 带兵团 啪去攻扎大成岛 大成岛到底该怎么办 就跑去大人岛 招宝寺 抽了一个签 这签很绝 没人可以懂 他说 弥洛菩萨仪四方 寄功活佛往天堂 文昌帝君台中座 三观大地 湾内藏 搞不懂 有人就说 叫大臣赶快回到台湾 在台中去居住 有人说 在新竹的湾内去居住 搞不懂 后来有一个人解签 终于解懂了 大家看 这四行字的 每一行的第五个字 第五个字里 横念 以往台湾 是以往台湾 大家再横念一下 以往台湾 第五个字横念 哇 又一个谜藏在里面 居然有以往台湾四个字 藏在里面 所以台湾 是我们的福地 宝地 上天 一再指示 我们要到台湾去 以往台湾 好了 讲了这么多 国运签 给大家听 真的是 你相信吗 你不相信吗 不晓得 但冥冥之中 仿佛 真的有天意存在 而且 这些国运签 都跟 后来的发展 一模一样 息息相关 好了 讲来这里 观众都会问 马老师 怎么都是 国民党 蒋介石的 台湾的 国运签 毛泽东 有没有国运签 那当然 毛泽东 他是笃信 他是无神论者 无神论者 但是 他是抽签的 相信命运的 毛泽东 是研究 这个 和书落土的 他是对这些 很有兴趣的 好 欢迎回来 死亡的日期 真的可以精准预测吗 据传中国共产党领袖 毛泽东 曾经向道士问世 而他得到了 两组神秘的数字 分别是 99和 8341 这两组的数字 毛泽东还曾经 用这一个数字 作为贴身 警卫部队的番号 来保护自己的性命 但事实上一开始 毛泽东 他是不信邪的 想要改掉 警卫部队的番号 但是番号 只要一改 毛泽东 他的身体 就出现了状况 而这六个数字 背后隐藏的含义 一直到毛泽东 试试过后 才终于是真相大白 究竟数字藏着什么样的秘密呢 继续请康林大学副校长马锡平 回顾两岸恩承路 一起带您解开毛泽东的数字之名 我们来讲几个毛泽东的国云签 这个是1949年4月24号的报纸 毛泽东在北京城外的香山 看这份报纸 那个时候北京已经解放了 但是毛泽东到了北京 不静城 不静城 住在北京郊外的香山 现在叫西山 西山 住在里面 然后那天他看报纸 报纸上面有头条 只有四个大字 大家可以看到 那四个大字是什么 南京解放 南京解放 因为当时李中仁派了一个代表团 到北京去谈判 和谈 双方隔长江而至 变成像南北越一样 没想到 毛泽东 齐袭渡江 渡长江 一边谈判 一边齐袭渡江 三天拿下南京 他在那边看报纸 南京解放 这是他在香山的照片 他在香山 去找了一间道官 问了一个老道 他主要想知道 什么时候进北京 所以毛泽东 是相信十成的 十成 老道 就跟又给了他了 两组数字 就跟当年蒋介石 拿到圣不离窗 败不离弯一样 他一看 两组数字 一组是九 九 一组是八三四一 毛泽东拿到这两组 数字千诗 回去之后 把所有的心腹都找来 说你们帮我研究 这是什么意思 当时他有问 老道给他的话 一模一样 天机不可泄露 但是他送了他两句话 第一 你跟最大的数字有缘 凡事都要跟最大的数字 在一起 第二个 不要进 紫禁城 不要进 紫禁城 好了 毛泽东一直研究不清楚 最后 毛泽东做了两件事情 第一个 既然九九 对不对 毛泽东进北京城 来 什么时候进的 1949年 9月9号 早上9点9分 有时候最大的数字 最大的数字就是九 既然你又写了九九 所以毛泽东 他相信这个 1949年 9月9号 早上9点9分 进北京城 进了北京城之后 做了一件什么事情 把他的贴身护卫队 的番号 原来的番号 贴身护卫队的番号 取消 改番号 8 3 4 1 叫你给我这数字 我就把我番号 把他们保护我的 8 3 4 1 当时 每个人都心头疑惑 这是一个什么数字 这是个什么牵丝 到底这是怎么一回事 一直要到 毛泽东 往生 辞世那一天 真相才大白 整个诗 的意思 才被解开了 毛泽东 9月9号 进北京城 毛泽东 往生 辞世那一天 1976年 9月9号 往生辞世 你看这个九九 原来是他 离开人世的那一天 那 1976年 9月9号 那一天 辞世 毛泽东 几岁 83岁 毛泽东 组长 中国共产党 多少年 在他往生那一天 41年 8341 是他 命运的数字 他会在 83岁的离世 他主控 中国共产党 41年 哇 大家才晓得 原来 自己数字 一直要到 这么多年之后 才解密 好 那毛泽东 是不是只有 这一个数字呢 当然不是 毛泽东 他到杭州 林颖寺 他到杭州 林颖寺 去 求了一个签 签里面说 毛泽东 一定 是要 当皇帝 掌天下的 毛泽东 他林颖寺 求这个签之后 就决定发动 文化大革命 所以 今天动地的 十年文革 原来也是 由签 来决定 好 我今天要 讲一件 怪事 其实在中国大陆 研究到今天 连中共党死的 也搞不清楚 为什么 没有迹象 没有痕迹 只能让后人 去解读 今天我讲出来之后 我相信 你们每一个人 也有自己的解读 但究竟 真相是什么 对不起 我不能 给你答案 答案 在签诗里面 答案 在签诗里面 好 欢迎回来 毛泽东的数字之谜 99和8341 在毛泽东逝世之后 自动的解密了 指的其实就是 毛泽东 9月9号 因病在北京逝世 天命活到了83岁 他掌权了41年 而事实上 毛泽东掌权期间 外传他喜欢 求签问补 有一天 他曾经到杭州的林影寺 求了一支签 但是没过多久 就发动了文化大革命 十年的文革 究竟是由签诗决定的吗 而这签诗上 到底写了什么 会让毛泽东发起了 破四旧 立四星 继续请康宁大学副校长 马希平 带您解开 两岸恩仇录 签诗之谜 毛泽东哪三样 不可解 没有答案 没有人知道 是怎么一回事的 第一件事情 毛泽东 大陆解放之后 1949年之后 没有回过延安老朝 不可思议 你是从延安出发 你是在延安打天下 延安是你的革命最神圣的基地 你怎么可能 1949年之后 从来不回延安 要以井还乡 没人知道 为什么毛泽东不回延安 这个是毛泽东当年在延安的样子 那时候年轻的毛泽东 毛泽东在延安 是他老朝 为什么他一辈子不回延安 没答案 不可能 不可能毛泽东 不回革命的胜地 革命的发源地延安 那现在就有个说法 说当年 胡中南 率了20万大军 直杀到延安去的时候 毛泽东就求了一个签 因为他当时要过河 要避开大军 签一出来就说 不要过河 不要过河 毛泽东居然整个部队不过河 果然没事 没事 好 那后来 这个 第二 后来剿匪 整个国民党大军又来的时候 毛泽东又抽了一签 这个签 就告诉他 如果你过河 永远 不要再回头 难道是这个签 让毛泽东 永远 不回头吗 好 这第一件事情 第二件事情 毛泽东住在中南海 中南海就在故宫旁边 毛泽东一辈子 没进过故宫 怎么可能 毛泽东一辈子没有进过故宫 这是最绝密的照片 什么照片 毛泽东在 毛泽东在1954年 4月18号 这是故宫的城墙 1954年 4月18号 上故宫的城墙去逛 然后4月21号又上故宫城墙去逛 4月23号又上故宫城墙去逛 他在故宫的城墙上逛了三天 就是不敢进故宫 为什么 难道真的是香山那个老道 跟他讲的话 影响到他吗 好 第三个要跟大家讲 毛泽东 居然一辈子不进定陵 明十三陵定陵 每一个台湾人到北京去 几乎都去过 很多人都去过定陵 毛泽东 好高 我跟你讲 毛泽东用了三辆大游览车 带着 三辆大游览车 带着周恩来 阿树的高干 啪 去了明十三陵 到了明十三陵之后 他们先进了长陵 长陵 大家都知道 是这个朱立 朱立的这个目 就明十三陵的第一陵 到了朱立的这个长陵 看完之后 注意到这一张 就是毛泽东在长陵前面休息的照片 就要走到这个定陵 就是我们所有人都去看过的定陵 要走到定陵前面之后 毛泽东突然取下脚步 拿出烟来抽 说一个人住这么大的地方 实在是太浪费了 实在是跟广大百姓是脱节的 然后把烟一丢 这种地方有什么好看就走了 周恩来问他说 主席你不看吗 他不看 从此之后 毛泽东这辈子 没有经过定陵 毛泽东不回延安 毛泽东不进故宫 毛泽东不进定陵 这三件事情太绝了 到今天是一个谜 没有人可以解答 但说他不进定陵呢 注意看 这是毛泽东修了一个十三陵水库 他为什么要修个十三陵水库呢 因为大家看这个十三陵水库 十三陵水库 因为十三陵 就十三个皇帝葬在那边 是龙 龙要有水 龙才活 所以毛泽东在不该建水库的时候 建了十三陵水库 进了十三陵水库 他还跑到十三陵水库里面去游泳 他居然做这种事情 但是他不进定陵 实在是不可解 所以我们今天跟大家讲 国运迁 信不信有你 毛泽东 不进故宫 不进定陵 不回延安 什么原因 迷中迷 迷迷迷迷 我 没办法帮你解答 你自己 去想答案 铁扣直断国运迁 不管是蒋介石 还是毛泽东 每个领导者 在遇到重大决定的时候 其实都会求神拜佛 希望可以指引出一条正确的道路 但是人的命运 还是掌握在自己的手中 只要努力 就可以人定胜天 感谢您今天的收看 也欢迎观众 一起上现代启示录的YouTube 订阅跟分享 我是刘星彤 我们下次再会咯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请不吝点赞 订阅